黑洞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天体 强大到能够将恒星撕裂成原子尺寸的碎片 这听起来似乎已经很恐怖 但其实黑洞还有其他更可怕的性质 比如它可以删除宇宙本身 黑洞是将极大量的物质压缩到一块极小的空间内产生的物体 在它的中心引力几乎达到无限大 无论任何物体靠得太近都会被撕裂成基本粒子 就算是光也无法逃脱 如果你不慎跌入了一个黑洞 直到你穿过它的事件边界之前 可能没什么坏事会发生 你可以想象成在一个镜头为无限高的瀑布的河流里游泳一样 水流会变得越来越快 但却看不到瀑布本身 你可以向安全的地方游 直到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你到达了不可再反馈的边界 不管你游得多么快 水流会将你推向绝对的死亡 但抠得太紧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逃脱黑洞这个瀑布 这个边界完全将黑洞从其他宇宙空间中隔离了开来 我们不可能靠近它 除非我们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虽然我们不知道黑洞内部是什么情况 但是我们却对黑洞的边界略知一二 黑洞缓慢地将自己的质量向外辐射 这个叫做霍金辐射的过程极其漫长 对于一个和太阳质量相同的黑洞 它需要10的58次方年 才会失去它0.0000001的质量 这一过程不会间断且不可阻挡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过程不断地加速 在遥远遥远的未来 当宇宙中最后一颗恒星死亡数万亿年后 黑洞会变得越来越小 直到它完全蒸发消失掉 只留下一点点的辐射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在黑洞不断蒸发的过程中 它有可能会删除掉一些基本的东西 信息 什么是信息 这里的信息与我们经常接触的那种信息有所不同 通常理解为是有关粒子排列的一种属性 想象一下 你将一堆碳原子用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得到了钻石 用另一种方式组合起来你就得到了木炭 原子还是那些原子 但是信息却改变了 如果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子 经过一番组合后 我们可能得到了一个香蕉 换另一种方式组合 得到的或许是小鸟 组成宇宙中的所有物体的粒子都是一样的 它们并不关心自己是一只鸟的一部分 还是一块石头或是一杯牛奶 但是如果没有信息 那么宇宙中的所有物体都变成一样的了 根据量子力学中的理论 信息是不可被摧毁的 它可以改变形态 但它绝对不会丢失 同样举个例子来说明 如果你把一张纸烧成灰 那么这堆灰永远不会再变回到纸 但是如果把灰中的所有原子都小心地收集起来 并且能够准确地测量出烟幕和热服射中的所有数据 理论上来说 你就能重新恢复这张被烧掉的纸 也就是说 这张纸自身的信息 实际上还存在于这个宇宙中 并没有因为被烧掉而丢失 只是难以读取罢了 如果你能准确地测量宇宙中的每一个例子和辐射波的数据 你可以追溯到曾经存在的每一比特信息 理论上讲 甚至可以追溯到宇宙大爆炸时期 但是黑洞却破坏了这美好的一切 因为信息可以告诉我们事物之间的不同特性以及过去的形态 黑洞则做了相反的事情 他吸收不同的事物 然后将它们都变成同样的原子 也就是说 黑洞彻底摧毁了信息 这样的结论有点让物理学家难以接受 并且提出了信息悖论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信息不可摧毁 是我们所有已知物理定理的基础 如果黑洞能摧毁信息 之前花费了几百年时间搭建的物理学大厦 就顷刻间倒塌了 为此科学家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提出了解决悖论的几个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可能 信息的确丢失了 永远不可重新获取 这个方法听起来有点吓人 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物理这门学科 放弃掉所有已经研究的十分透彻的领域 但这也有一点令人兴奋 毕竟能够发现许多新的物理学定理 这也许会颠覆我们的认知 第二种可能 信息被藏起来了 也许在黑洞看不见的内部 存在着一个婴儿宇宙 所有信息将会转移至这个奇怪的新宇宙 并且我们永远无法观测或接触它 但理论上信息不会丢失 这就像是一个全储子资料且坏掉的硬盘 你无法访问其中的内容 当然信息也没有丢失 黑洞在其生命结束后并不会完全消失 它会留下一小部分装满着信息 但或许也有第三种可能 信息很安全 没有丢失也没有被隐藏 只是我们思考的方式错了 我们知道黑洞会困住并且还可能删除信息 但我们也不知道黑洞还会对信息做些什么 黑洞在哪里存储它的信息呢 黑洞可能会在表面扩张一点点来承载我们扔给它的信息 简单来说 更多的信息相当于黑洞更大的表面积 这种划信息的方式 像是我们把一块石子扔到水池中的情况一样 在石子沉到池底以后 我们看不见它了 但我们能通过水池表面的水波纹 判断出有什么东西刚刚掉进去了 即使是最小的黑洞 能在它的表面上存储比整个人类历史中所创造的还要多的信息 它通过将信息转换成非常小的片段来存储巨量的信息 黑洞是终极强大的硬盘 这好像就是将纸质书换成电子书一样 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事物 但内容却是一样的 仅仅是被编码 并且以另一种方式记录下来而已 黑洞吞噬恒星和行星 就像电子书存储了一整个图书馆一样 这种情形叫做全息原则 如果这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理所应当认为的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 整个宇宙是一个全息图像 如果信息真的被存储在黑洞的表面 那么霍金辐射就有可能获取在表面的信息 并且将其携带走 所有信息在黑洞消失时不会丢失 我们也不需要重新开始物理学研究 信息悖论解决了 但我们仍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如果任何掉入黑洞的事物的信息都被存储在世界上 这意味着三维事物在二维平面上被成功的编码 我们称之为全息图 全息图就像是一个3D的照片 一个二维的平面编码存储了一个三维的图片 黑洞像是一个全息图像 因为所有其他的事物都被编码存储在它的事件边界上 一个在黑洞内的人将会体验一般的三维生活 但在外面的人看来 它只是一个在表面上的二维图片 这个听来很违反常识 但黑洞是很极端的天体 它们也遵从和其他物体一样的基本法则 所以如果这个疯狂的二维三维理论对黑洞成立 那么它也可能对整个宇宙 包括你成立 因为一个黑洞内的人不会意识到它们被编码在平面上 我们也可能一样 你其实也许在宇宙的边缘 被拉伸到一个超薄屏幕上 不管这个世界的真面目如何 我们知道它复杂且多变 物理学需要更长远的发展去理解这些 但黑洞有可能就是我们理解现实的钥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